今天更加欢迎 让年轻人有希望 让一些好生活 美丽新高雄 美丽拜计和拜五 早早七点 大家早早 年轻的小孩 一起跟一婷大姓 一起爱高雄 一起爱高雄 各位公众的好朋友 一起我们脸书直播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前大家好 我是高雄最大姓 跟你更新爱高雄的台湾主持人 大姓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快乐电台快乐早餐 一起爱高雄 做会爱高雄的节目 哇新年快乐 虽然大家可能 现在要回去来上班了 可能不一定那么快乐 但是还是祝福大家呢 在新的一年呢 都可以事业有成 活力满点 我们的工作呢 都会有新的斩获 那今天呢 在这个开工第一天 要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等一下 我们会有这个 高雄长庚医院 健腿社的发起人 志文哥跟雨贤哥 又是跑者的专题 会带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慢跑的两三四 以及他们推广 跑步相关的一些议题 特别是这个礼拜天 这礼拜天呢 又是我们的高雄国际马拉松 即将要盛大举行 那我们也来关注相关的议题 那我们相信新经济理念 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出路 每个市民呢 都是这座城市的主角 大兴呢 跟另外一位主持人一庭呢 以及所有来到这边的好朋友们 都会带大家继续来关心 我们在地的大小事 首先 我们今天就要讲新闻的丹丸 讲新闻 做会爱歌曲 好 首先来关心气象资讯 今天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为多云时勤的天气 早晚偏凉 请注意保暖 那高雄市呢 今天平地呢 是多云时勤 气温19到27度 降雨几率10% 那在齐山一带的丘陵地区呢 是多云 气温是17到28度 降雨几率10% 那在六国一带的山区呢 是多云短暂雨的天气 气温15到27度 降雨几率30% 那高雄沿海今天偏北风 4至5阵风7级 上午转5至6阵风8级 下午再转6至7阵风9级 浪高1转2再转3公尺 海边活动的朋友 请注意安全 那今天呢 由于受到这个 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 以及马祖 有局部短暂雨 那南部地区呢 也有零星的短暂雨 那南部地区受到空气品质 扩散条件不佳的影响 云加南 以及高频空品区 为橘色提醒的等级 那AQI指标呢 是来到了135 是属于橘色警戒的等级 那空气污染物呢 可能会对于敏感族群的健康 造成影响 但是对一般大众的影响呢 是比较不明显的 可是呢 如果你有眼睛痛 咳嗽或喉咙痛等症状呢 应该要考虑一下 减少户外活动的频率 那同学们仍然可以来进行户外活动 但是建议减少长时间的剧烈运动 那有心脏呼吸道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孩童老年人 建议是减少体力消耗的活动 以及户外活动 必要时候呢 你外出应该要携带口罩 那具有气喘的朋友呢 可能需要去增加 使用吸入剂的频率 这个是我们关心的气象资讯 确实 我们未来的高雄呢 就是要 我们常常在讲的嘛 就是经济繁荣 人口增长 以及空气污染防治的 一个新的城市 尤其我们每一次在暴气象 都看到 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状况呢 仍然是在持续 虽然有的时候好转 但是好转呢 可能都是一两天的光景 所以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来 去跟进 去追踪 然后希望它可以有更好的进展 那更好的进展 透过什么呢 透过我们 未来新的市政府呢 有没有一个 比较长治久安 比较能够 去积极改善 破例的作为呢 去增进我们 对于这个空气品质 等等的一个了解 以及掌握 那所以呢 政策的面向呢 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呢 我们看到了 在过去呢 曾经因为这个 0206花莲地震的影响 那所以这个党中央 民进党是决定 举办这个 原本在0206当周 礼拜六要来举办的 初选政见会呢 是要来停止来举办 那但是呢 也就是说 在我们高雄市长的 初选之前呢 是没有政见会的吗 我觉得这可能是 华天下之大吉耶 这怎么可以 就是我们一场 号称民主进步 价值的政党 里面 他的初选的过程 居然没有 讨论政见的空间 是这样子的吗 那我们来看到 中国时报 在昨天晚上 有发布了一则新闻 那政见会取消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 呼吁就是说 继续来举办的呼声 比如说像是 立法委员赵天龄 以及正在选台南市长的 陈丁飞等人呢 都相继呼吁 党中央应该尽快办政见会 陈丁飞更直言 如果不办政见会 台南就真的只剩下抹黑 那赵天龄昨天受访之后说呢 因为花莲地震的灾情 市长政见会延期很合理 但救灾已经告一段落 赵天龄不太理解 为何就这样取消了 这跟他所认识的民进党 不太一样 赵天龄说 他认为 辩论会三场五场不嫌多 如果初选不做政见的比较 难道是参选人 互比资源或组织动员吗 由于今天 民进党中职会 将处理2018的选举提名议题 赵天龄表示呢 他将在今天的中职会上 提议再举办政见会 那另外呢 中国时报也采访了陈丁飞 她说呢 这个政见会攸关台南市民的权益 那台南的状况 其实不一定那么的理想 那市民呢 可能如果没有政策 在政见会里面 去给市民就是广泛周知的话呢 可能市民会对参选人 就是失去信心 那来证明一下 谁只会是口水 谁有政见 只要电视台可以配合 即便办在平日的下午晚上 都可以 不一定要选择周末 那 针对这个民进党迟迟 没有针对台南高雄办政见会 外界解读可能有利于 现在民调最高的人 对此赵天龄表示 不会有这样的解读 陈丁飞则说 相信党中央是公正的 且至少有一半的参选人认为要办 相信会从善如流 哇 讲到这边 大兴要来报一个小小的挂 那不只是 现在党中央的这个政见会呢 是属于一个 比较稍微难产的这个阶段 那就连高雄前一阵子 这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这个NGO公益团体 他们曾经也要来举办 这一个政见的辩论会 针对我们高雄四位 民进党初选的市长参选人 那可是呢 原本明天要来去举办的 这一个相关辩论的记者会呢 到最后取消了 为什么取消呢 因为有人不参加 那有人不参加 这个状况呢 我相信这个高都盟 在接下来应该会有相当具体 而且进一步的说法 完整的说法 那但是我们了解的状况呢 四位市长的这个初选的参选人 有两位是要参加辩论的 那有一位呢 是不参加辩论 高都盟给他讯息 已读不回 这个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傲 那还有另一位呢 是他扬言是这样的 全部的人都参加 我在参加 那很奇怪啊 就是人家参不参加 干你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很完整的 去描述你的证件愿景等等的 那你就参加就好啦 为什么是要 其他人参加 你再参加 所以这个理由 推辞的理由千奇百怪 也就是 让高都盟 在原本要来举办的 这个辩论呢 是破局的 那高都盟辩论破局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党中央 民进党中央 你的证件会还办不办呢 你的证件会如果不办的话呢 你是不是 是在去偏好某一些 他可能是地方组织的巨人 但是他却是愿景的侏儒 如果他是愿景的侏儒 他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个 证件会不举办的 这个政策的避应之下呢 顺利过关的话呢 对于高雄市民是公正的吗 对高雄市民的未来 是可以期待的吗 我们想要问一下 就是 诚如刚刚报导所说的 地震救灾为重 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条件 已经不存在了 说要暂停竞选活动的人 其实在过年前 也都早就 重新启动他的竞选活动了 那其实等等的 就是比如说像 嘉义县甚至嘉义县 原本要举办这个 证件发表会 只剩下一个人 也特别为了他 去做这样的一个专访 那为什么 我们高雄跟台南 却没有证件会了呢 那过去呢 党内初选 还是党员投票的时候呢 民进党至少还会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会有一个选举公报 这个选举公报呢 就是里面会有证件 会有学经历 会有各方面等等的资讯 给所有的好 党员好朋友 党员同志 来去做参考 可是呢 现在改成全民调了 全民调了之后呢 不是说你都要 自己选举公报给大家了 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个平台 至少要有一个好的管道 去让大家可以去做到 了解这个参选人到底在想什么 了解这个参选人 他到底要为了高雄 端出什么牛肉出来 这个才是正办 那所以我认为 其实民进党对于这一块 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 究竟证件会办不办 证件会怎么办 可以再来讨论 但是一定要办 因为这关乎的一个党的党格 这关乎的一个党 怎么看待这个城市选举 高度的一个眼界 这个如果是不办的话 我相信很多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 甚至是一般的中间选民 在我们高雄都会非常的失望 请民进党今天的终止会 希望可以再三思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 其实在过去几天 过年的期间 其实有许多的参选人 都马不停蹄的在 拜访请议 然后来拜票 其中包含了这个赵天龄 他也访问了这个高雄市的 老议长陈田茅 那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打破蓝绿 拜访国民党籍的高雄市 前议长陈田茅 陈田茅由儿子陈建东 对外表示说 赵天龄提出着重经济工商发展的蓝图 很受前议长的赏识 认为赵天龄足担大任 那陈田茅如果听众朋友 对他有点陌生的话呢 来补述一下他的背景 1958年担任议员 从高雄市还是省辖市的时候 担任第七届的议长 高雄市改制为院辖市之后 连任四届的议长 是高雄市议会任期最长的议长 那在赵天龄表示呢 老议长在政坛上为人所敬重 每逢年过节都有明代来拜年 他佩服老议长很关心 国家大事以及城市的发展 所以才将拜访老议长当作 是他请义的第一站 他认为把高雄发展成 国际或两岸开放的城市 需要不分党派 不分老中青三代的团结和谐的合作 那赵天龄表示呢 过去他在这个陈建东的安排下呢 都会定期向老议长请义 他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 拜访老议长的时候呢 发觉老议长对于这个国际关 和两岸关系都有相当雄厚 独到的见解 才经常向老议长来请义 赵天龄表示呢 请义是没有党派之别的 推崇陈天龙是高雄政坛的长青树 他认为应该要发展经济 包含两岸和国际事务 都要更开放 才有助于招商引资 那有一些网路上的 这个朋友呢 就开始进一步的去攻击啊 说啊赵天龄怎么样怎么样啊 什么去拜访国民党的啦 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些朋友 大兴在这边诚心的建议 可以省省啊 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市长 要做全民的市长 就不应该去把眼界限缩在 某一种同温层的范围之内 不要就是好像老师只会吃老本 或者是搞这个斗争 这个对我们高雄是没有帮助啊 那赵天龄他开大门走大陆 他勇于为高雄创造新路 他不分蓝绿 不分党派 只要是对高雄有帮助的事情 他愿意挺身而出 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了解 那在初恶的时候呢 赵天龄他也到了内门 去吃这个半桌席 开了五百桌 那在这个内门他这个半桌呢 是相当长久以来都有举办的这个传统 今年是第五年举办 今天在今年的初二是洗开五百桌 桌数比这个预期呢 还要超出很多 那原本呢 这个内门区的农会总干事 红辉煌是说 原本是四百五十桌 但是供不应求 只好扩大举办 增加到五百桌 那这个菜色呢 其实是结合了在地的食材 包含这个笋干疯肉啦 放山鸡汤等等经典的菜色 然后而且还有附赠 这个内门区农会 以农眼凤梨为内馅的产品 农凤酥 以及腌制的树子 披萨等特色的伴手礼 还有现场抽奖的活动等等的 那甚至还有民众 不只是内门的乡亲很捧场 还远从这个骑山而来 就是全家西家带卷都来到内门 就是为了这一餐 特别在初二举办这个五百桌盛宴的 这个团圆道顶甲板的活动 那赵天龄他也在脸书上面呢 发表了他的感想 他认为呢 内门向来有中泡塞构庸的美誉 为了行销在地的文化特色 内门农会与当地的中泡塞配合 推出初二欢喜回娘家 团圆道顶甲板得的这个活动 活动盛况空前洗开 四百九十七桌 年年爆满 那赵天龄呢 他表示早就耳闻这个活动许久 今天是第一次参与 果然名不虚传 那他认为发想出这个活动的人 实在太厉害了 别出心裁的创意 充分利用在地文化贝壳活动宣传 成功行销当地文化特色 以及农特产品 所以今天他在初二的时候呢 他特地向这个太太请假 一定要参加这一场盛宴 体会呢 五千多人一起回娘家吃饭桌的感觉 那赵天龄逐桌敬酒的时候呢 得到了许多支持和鼓励 他发现很多这个 甚至从台中台南 还有外国来的观光客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城市行销 那未来赵天龄 他认为他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 除了会全力支持这个活动之外 他更要协助完善当地的交通需求 让更多的游客 都可以利用更便捷的交通工具 来到内门来观光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到 其实像在大年初一呢 赵天龄也陪着他的子弟兵 凤山耀红 凤山区市议员参选人林志宏 一起来到恰刷文恒殿 郑南宫仙宫庙 发放象征 裁员滚滚的 裁犬造型 一元红包 也受到了市民朋友热烈的欢迎 那刚刚提到的 就是恰刷文恒殿 跟这个郑南宫仙宫庙 都是在地的信仰中心 春节一早呢 便吸引许多民众呢 前往吃平安面 安太岁求平安 那赵天龄和林志宏分别在文恒殿董事长 钱俊浩以及仙宫庙董事长何炳昌的带领下 向民众一一请安问好 排队领红包的人龙夹带着冻蒜的声音 令现场热闹万分 林志宏氏表示呢 不论是除夕晚上 与赵天龄在元亨寺与陈局市长一同来敲钟 或者今日前往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到两大公庙参拜 为高雄来祈福 都是盼望新的一年的高雄 能受众神明的护佑 继续风调雨顺 让高雄经济活水更加活络 那不只是年初一啦 那其他像是各个庙宇的这个祝福的行程呢 赵天龄都是跑透透 那身为基督徒的赵天龄呢 也全程参与了凤山活泉连良堂 在这个初三时候的这个礼拜 那也现场获得了非常多基督徒 以及牧者们的这个祝福 那这个是你看到赵天龄 不管是从政见的这个请义 或者是说跟一般民众来去问好拜年呢 它其实行程是满满满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绅士是一直在持续的成长 那未来会不会到这个 我们所谓的民调黄金交叉的这个状况呢 其实是可以好好的来观察 那等一下呢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一起跑出一片天 高雄嘛 我来了 这个是由长庚剑腿社的发起人 康志文以及吴雨贤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来聊一聊 他们在长庚創立这个跑团 也就是剑腿社的一些心路历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中单挑 2018高雄灯会艺术节 在爱河璀璨灯场 美丽的花灯精彩的节目 绝对不能错过 2月18日开幕晚会 3月2号万人游行 邀请大家春节来高雄 谢谢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提供 由美国专业健康团队研发的 风菜卵壳膜蚕丝造 洗盐敷脸双效合一 每一块皂含60颗珍贵蚕丝蛋白 可生存清洁滋润肌肤 洗净多余角质 维持肌肤火性 让您轻松洗出健康 坦润嫩白肌 现在闭合博风菜卵壳膜蚕丝造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快乐电台 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 我们说的主持人Piggy 充满热情又独一无二 喜欢分享又懂得幽默 从声音特质到节目制播 都有我最纯真的盲目与坚持 个性活泼 讲话直白 情感丰富 以资深女性的身份 打造关怀女性 请听良心的节目 给你们最知性及感性的听觉享受 我是Piggy 我在快乐电台FM97.5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或是在宝宝 吃到大室的五年 欢迎收听快乐电台 快乐早餐 做会爱歌雄 好 谢谢黄玉玲 这个问候的声音 那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来自主持人大兴 你现在收听的是 快乐电台快乐早餐 做会爱歌雄 这部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 高雄长庚剑腿社的发起人 志文大哥以及雨贤大哥 两位早 早 我们来进入到关心在地大事的单玩 关心在地大事 做会爱歌雄 好 关心在地大事呢 我们来聊一聊 尤其这一集的节目 在这个礼拜天呢 高雄马即将在我们的高雄 来盛大的举办 两位都应该有报名嘛 有 这个是所有跑者 尤其是我们高雄在地的跑者 不容错过的一个国际的盛事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有机会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首先来请教这个志文哥 志文哥 哇你跟这个雨贤哥一起来创立这个高雄长庚剑腿社 那可是在创立这个社团之前呢 你跑步已经多久了 噢 现在我讲了齁 其实我本来并不是很喜欢跑步啦 我真的跑步是年轻人的事 甚至有一些运动是一些社交的行为 但是在好几年前 我因为民粹性系统皮肤都会痒 痒得我受不了一定要吃药 没有吃药的话就晚上睡不着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李志冯医师 我们高雄长庚李志冯医师 他回诊的时候我问他说 这个有没有不吃药的方式 他说一定要运动流汗 因为这是属于免疫性失调的东西 那我认为运动最方便的就是路跑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练习路跑 刚开始练习路跑的时候 因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跑步了 我甚至在操场跑了两千 我就觉得很喘了 那很喘但是我想说身体健康最重要 还是要继续跑步到流汗 然后就尝试着慢慢慢慢 到了经过了这五六年 我以前想不到的我竟然有办法跑前马了 已经完成了三场前马 然后至少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也影响到我的小孩子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影响到我的小孩子 我们一起也完成了半马 而且我跟小孩子一同是在两个小时十二分钟完成这个半马 这是我的经历 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 半马是大概多少公里 跟大家听众报告一下 我们半马就是二十一公里 二十一公里 是 哇那是在我知道好像是台北马拉松的时候 是的 刚好是台北晚安马拉松 他是在十二月三十号的时候即兴 是 哇所以这个两小时十二分钟 真的是相当不简单的成绩 那宇贤哥你也跟我们聊一下 你是怎么接触这一个运动的 我是在 之前我们的弟兄姐妹 邀我去参加第一届的 第一届的高雄城市万人马拉松 那距离其实只有五公里而已 但是虽然是这样 但是因为之前一直也都没有跑步 我跟志文哥一样 所以在开始跑的时候就发现 稍微热身一下就 其实就蛮累的 所以我就多花了一点时间 赶快想说 跟人家一起去跑五公里 不能拖累别人 所以就多练习多练习 也慢慢觉得说 其实跑步让我 那一天虽然很累 然后流汗流了很多 可是隔天醒过来的时候 觉得其实蛮舒服的 就觉得说 其实跑步对身体 其实是相当好的运动 可以舒压 然后把一天的这个压力 还有你的不愉快 不舒服 都抛在脑后的这样子 那两位我想请教 怎么会想要成立 这个长庚剑腿社 长庚过去没有相关的社团 或者是跑团吗 是 对啊 这个长庚剑腿社的优略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 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 跑步其实自己有受益 就是帮助蛮大的 想推荐给同整大家来一起跑 然后另外就是 外面的跑团好像非常多 跑步最近好像很流行 然后刚好有一次 我是参加那时候赵伟岩 赵伟岩有举办那38区的公益路跑 他的第一场在前阵区 我参加的时候 那时候前阵区 我们记得有气爆嘛 他是一路跑来提升这个市民 然后让改善再告别 告别那个伤痛嘛 那我就发觉 大家一起跑的感觉非常的好 是 他真的可以引起那种澎湃的心理 那所以我就跟雨璇啊 一起讨论看看 有没有办法 在同事之间邀请一些人 来一起组织一个跑团 然后大家来一起跑 一起欢乐 ok 这个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但是这个社团成立的时候 我听说好像也遇到的一些困难 是 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其实在 我们虽然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 但是我们在邀请一些 就是跑步的同好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人的想法会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跑就好了 我自己跑一样可以参加跑步的活动 我一样可以达到运动身心的效果 一样可以输压 那 一样可以跑步 但是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说 有一个共同的团体 那彼此有一个团体的动力 那可以互相的影响彼此的帮助 在跑步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 彼此运动的这样子的欢喜跟快乐 那所以我们就是 也帮助我们的同事们 就是跟他们说 我说其实虽然说 有别人邀请你这样子的邀请的活动 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害怕跟担心 但是我们都不是坏人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也都是好同事 那慢慢有一些接触之后 有些人就慢慢对我们也越来越熟悉 就慢慢愿意放下他们心房 跟我们去试试看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只有我跟志文哥开始 然后慢慢加入我们自己 同一个同事的 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艺文 那慢慢的人 好像越来越多 当我们固定在那里 我就觉得像这样简单的事情 固定的做 持续的做 我们自己没有灰心 然后慢慢的有人看到我们 好像固定的时候 都会在那边出现 固定的时候 都会在那边去运动 然后就慢慢有人开始 一个一个加入 一个一个加入 到现在我们 总共跑团里面有 107位的成员 在我们的赖群族里面 那我们平常在邀请 礼拜三跟礼拜六 固定的集合运动的里面 这样的团练的时候 也固定 都会有固定卡出现 固定卡 包含了 我听说你们院长 也是你们跑团的好朋友 是的 这个最好 请志文哥说明一下 我首先跟 跟院长结论 跟大姓还有 大卫天众报告一下 其实我跟以前 他本身都是有 非常强烈的一个宗教信仰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跑步是真的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不会怕被拒绝 我们只是担心说 他没办法一同来享受 这个跑步的热情 当然在整个推广的过程中 我们是真的遇到很多鬼人 刚刚讲的我们的李先生 李院长 对 他在跟他跑步的时候 他常常会 因为他是一个 膝肝解专家 他对这个跑步 而而让提升自己的健康 然后让自己不会受伤 有给我们传授的很多的经验 嗯 当然他本身也 每天幾乎每天都是 3到5公里的跑步 是 然后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30年 嗯 甚至跟我们提醒说 在 5公里以内 只要你的速度 只要你的姿势 甚至你的收招都做得正解的话 其实跑步 比 快走 对膝盖的帮助更大 好 所以我们在李院长的鼓励之下 那当然 今天我们有一直参加高雄 是赵天领立委的38期公益路跑 发授赵立委他的 对跑步的热情 一感染到我们这一股 这一股好像他组团的一个心 好 当然在初期的组成当中 有那个 我们的 院内的陈文昌客长啦 我们的陈鲁武医师啦 洪七华医师啦 甚至我们院内有一个 离奥运的 的对一 对一 对对对 高雄陈鲁武医师 哇 经验是 常常也会跟我们一个指导 所以有同诊的帮助 有一些医生的帮助 我们这个 跑团慢慢慢慢要在着装中 哦 所以等于说 透过这个跑团成立 其实你们 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 是的 就是也不会 有这些把上班的不愉快 又带到这个 团体里面来 所以大家 都是抱着一个 爱运动 爱跑步的心情 在参与 互相学习成长 那 大概这个跑团的成员呢 目前是几岁的 这个成员居多 我们现在跑团的成员 大概都是大概 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 这个阶层的人 比较多 那我们其实 虽然这一个阶层的人是最多 但是我们的年龄层 其实是跨到十几岁到七十几岁都有 都有 那这一群 爱跑步的人聚集在一起 我们聊的事情 除了跑步之外 也都常常彼此分享家庭的一些作为 跟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出去走走 一起去哪里晃晃 一起去哪里 跑步跑步这样子 是的 是的 刚刚那个志文哥有提到 赵天林过去有发起这个 大高雄三十八区公益玩跑 那这个我听说 在这个长庚剑腿社 过去也协助过相关活动的举办 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相关的经验 是的 在鸟松区的这一站 那三十八区其中有一区 鸟松区的这一站 高雄剑腿社有协助在 我们的一个区间补给的部分 那我们就整个跑团里面 人员动起来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参与 那我们不但自己亲身去参加这个 跑步路跑的活动 用自己的脚踏遍我们 高雄这一块区域之外 那特别在这一区呢 我们也认领了这个 补给的部分 那不只是补给的食物 那我们也用我们的掌声 用我们的鼓励 来对这些跑步的跑者们 一起来补给他们 哦 对 就是这个精神的补给非常重要 是的 那志文哥 我这边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你过去 因为这个跑步 而改善你那个相关过敏 等等的这个问题 那跑步其实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 跑步很伤膝盖 所以有一些人哦 包含大兴以前在成功岭哦 就是那个也有那个长辈哦 在教我们大家做操的时候是说这个不要去 尽量不要去做跑步这样子 之类的 那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 因为你们在医院虽然不一定是本身就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工作 可是也多少耳濡目染啊 尤其又有这个里约奥运的对一在你们当中 那所以其实 应该这个医学的知识等等 我相信你们是相当的了解 所以你们在了解这些知识之后 还会认为跑步 跑步会伤膝盖吗 这方面我跟大家也跟特征听众报告一下 跑步它带起来的 不管坚实面还是整个身体上 其实非常正向的 那纯粹以膝盖来讲 我刚开始在跑步的时候 好像操场跑两圈 有一阵子它膝盖会刺痛 那时候我也是很紧张 就向大神讲 是不是膝盖是不是已经过度磨损了 然后我就回去 往长庚的附健科去做检查 因为我们附健科的医师跟我讲说 你膝盖应该是没有磨损 你最主要你膝盖会痛的话 是因为你的运动量不足 运动量不足 对 就是你的股四头肌还不够强壮 他说我还是要继续去运动 当然刚初期运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以股四头肌的锻炼为主 所以经过这一段 经过一些医师的指导 经过同人的一些教导 我不止膝盖现在不会痛了 以前会比较担心的足底筋膜炼 也经过了拉筋 也经过了热身 现在也都没有这种现象发生的 所以整个跑步对我整个身体的帮助 是非常正面的 尤其另外就是精神方面 我整个精神都提升得非常好 整个工作效率也非常大的帮助 OK 所以这个 所以是会不会伤膝盖 这个其实 并不一定是这么 什么 我们想说吸反射的反应 就是说跑步一定会伤膝盖 其实这个不一定 这个还是要端看你的这个姿势 有的时候姿势不正确 你做再好的运动也都会受伤 这个是很平常的道理 那但是呢 我们在跑步的这个姿势 到底要注意哪些部分 如果我们姿势不正确的话 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来调整 这个部分可以 请志文哥跟我们说一下 一般我们会比较担心 跑步姿势会影响到 我们最主要是讲膝盖 但我们强调一定要热身 动态热身 热身足够了我们才可以开始跑步 但跑步的姿势调整 我们最主要是讲的是 我们整个触地时间 就是你脚掌跟地面上 接触的时间如果夜短的话 就像我们这几个例子 如果你两只脚能够在空中晃动的话 他脚绝对不会受力嘛 脚绝对不会受力的话 一定不会伤到任何地方 那所以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的触地时间尽量减少 然后触地时间尽量减少 当然就是你跑步姿势的调整 那这一方面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我们都会彼此分享 那怎么调整 那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大家彼此互相观察 所以团跑就是这个好处 我看到你姿势好像不正切了 我好像获得一些新的姿势了 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般如果在半年内 应该都有办法调整过来 就利用半年内把姿势调整好过来 然后利用半年不仅你膝盖不会受伤的 因为你处理时间减少了 你跑起来的速度会更快 会让你最后更有了一个成就感 是的 我听说有人为了这个要调整姿势 甚至我们不是现在时下很多的运动摄影 听说还会有用这个慢速的摄影去分解你的动作 来了解你跑步的姿势究竟这么正确 是的 所以这个是可见啊 姿势这么正确 对于一个跑者的 不管是他的运动的生命啊等等的 都非常的重要啦 你如果姿势调整的正确 会影响到你之后往后未来的这个运动的生涯 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根基啦 那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来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再跟志文哥以及雨贤哥 稍微再聊一聊 尤其这个礼拜天又是我们的高雄国际马拉松即将举办 那等一下呢 来聊一聊运动心经济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你先来收听的是快乐电台快乐早餐做会爱歌声的节目 我是台湾朱祺琳大鑫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也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高雄国际马拉松是台湾唯一同时获得 场地路线成维三大认证的赛事 沿途充满了高雄的活力 高雄的热情 成为国内外的跑者感受到最友善的马拉松的城市 我们欢迎各路好手2月25日 挑战高雄马拉松突破极限 缔造夹击 以上为高雄市体育处广告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哇 屏东的万年西变得好漂亮哦 2018屏东彩灯节 从千禧公园胜利登陆开始 沿着西畔道明深路 二十组的浪漫艺术灯饰 何光倒影美得让人陶醉 从2月5号到3月4号为止 还有摄影比赛 青春晚会 年博市集等系列活动 带给大家欢乐与幸福 千万别错过 更多详情请到屏东县政府官网查询 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年轻的侠依 做回爱高雄 好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华市台班主持林大兴 刚刚提到的礼拜天就是我们的高雄国际马拉松要来举办 那讲到高雄国际马拉松呢 我们就不得不再来讲一讲世界六大马拉松 这世界六大马拉松呢 我们从最古老的波士顿马拉松开始 它也从1897年开始成立到现在 每一年的参赛人数呢 每一届的参赛人数都是3万人左右 那再来就是柏里马拉松 纽约马拉松 芝加哥 伦敦 还有我们的东京马拉松 东京马拉松呢 这个成立的年度呢 是在2007年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六大马拉松的这个支林 对 那世界六大马拉松呢 在2013年呢 加入了这个东京马拉松这样的一个赛事 我刚刚提到的2007年 其实是它成立的日子 东京马成立的日子 它是在2013年才进入到 世界六大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区块 那马拉松的这个经济效益呢 其实是非常的惊人 那像东京马拉松的志工就超过一万名 那沿途的加油队呢 像这个刚刚宇贤哥呢 为跑者补给精神的这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呢 在日本东京马拉松 有一百万这样的一个加油队 那非常的可观啊 那更不要提到说 马拉松的观光消费 每一位跑者呢 根据统计 在东京马拉松平均呢 它的花费 就是包含它的机票啦 时速啦 报名费啦 还有 相关博览会的一些周边纪念商品等等呢 会花在东京的消费呢 平均是七十五万日元哦 相当于这个台币 其实是你把它除以三的话 可能就是一二十几万啦 那其实都是非常可以让在地的民众大赚观光彩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那高雄马呢 高雄马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金牌赛事的一个相关的领域呢 高雄马什么时候有没有机会成为我们世界第七大的马拉松呢 我们来看到像比如像香港马拉松 厦门国际马拉松 上海马拉松 新加坡马拉松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金牌赛事哦 那另外像是这个香川玩龟啦 贝鲁特马拉松是银牌赛事 那之前的这个新北市有这个万金石马拉松 也在去年呢升级成为银牌赛事啦 那甚至就连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主政下的这个北韩哦 平壤马拉松也有这个铜牌赛事的这个等级哦 啊那个高雄马都没牌这个会不会有一点令人小小的汗颜呢 那我想回到这个高雄马的主题齁 这个我想请教志文哥 你们今年大概有多少的这个朋友报名高雄马 我们在情组里面我们总共有18位同仁 18位同仁其实看起来好像不多啦 但整个宴七一抱起来我相信超过50年以上 但因为有一些人是他个别报名的 所以可能是我们的宣传不够 但我相信明年我们可以报的2019高雄马 应该会超过50人 那我设定一个目标就是明年我可以申请一个帐篷 哦申请一个专属于长根健腿设的帐篷 OK那明年一定会实现的 因为你来上过我们节目 一定会有很多人 明年来共襄盛举 那想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么多国际知名的这个赛事 这么多的人来参与 然后用心来投入 那我们高雄马 其实未来我们的希望的目标是 它可以成为金牌赛事 吸引更多的跑者 全世界知名或者是热爱运动的人 都可以来到高雄 齐聚在高雄参与这场盛宴 那可是呢 针对高雄马 你们觉得 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检讨 我们不足的地方 我们才能够到更美好的目标来前进 那高雄马就两位跑者 你们的想法 你们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哪些 我先来说明一下 好 我觉得 其实像高雄马拉松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赛事 那 目前其实它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 首先我觉得是 我们高雄的路 路跑的那个路线的状况 那我们环绕高雄而跑 那 但是高雄里面的我们的马路啊 有蛮多地方 因为 其实马路没有那么的适合跑步 其实我们在路跑的道路上面 事实上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东京马拉松 那 在日本他们的马拉松的放 就是整个氛围非常 整个城市里面 整个国家里面都非常的支持 有一个很悠久的马拉松文化 那 这个国家 其实我们就不予置评 但是 他们这个马拉松文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他们在从 学生时代就很注重马拉松的养生 在如果听众朋友有跟日本的民众有所接触的话 你就会发现 在日本人民里面 他们对马拉松 其实是非常非常热衷的 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年轻的族群 社青年老的族群 也都对马拉松有非常非常热衷的喜爱跟实践 那特别我要讲到 刚刚说到 东京马拉松是2007年成立 那事实上他们在学生时代 他们日本有所谓的三大 学生马拉松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香根 遗传马拉松 但是接力的马拉松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马拉松文化 它其实成立是在19 20年 比东京马拉松更早 那 这个最主要参与的族群都是 日本大学里面的学生 那它一共有10磅 那很特别的是 它是用接力的方式来完成 每一个选手跑半程的马拉松 那10磅总共跑了210几公里 那这个每一磅的人员当中 他们在接 他们在接船的时候 他们都有很严谨的一个方式跟方法 那最重要的是 在沿路 你看200多公里的沿路上 有各样的 日本的各大学啊 或者是各级的学校的学生 沿路来加油 这对跑步的人来讲 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对 代表的是 我不是自己在 强调我自己多会跑 或者是强调我自己是多能跑 那我每次在跑步的时候 我不但是征服这个土地而已 我乃是 亲近这个土地 而且跟周遭的沿路上的民众 能够有很美的互动 是有连结的 对而且有连结 是 所以以至于在日本的各个企业 他们都支持很多很多的跑团 在做这样的一个 马拉松的一个路跑 那再讲回来我们高雄 在我们高雄 我们刚刚除了说到 路面的这个 呃 养护跟 路面的维持之外 那另外就是 呃 我们在 高雄市我们毕竟 本来就不是 这个道路平常都是用来做交通使用 是 并非是为了马拉松而使用的 所以 呃 不管像是红绿灯的数量啦 或者是说 呃 跑步路面的 呃 倾斜度啦 嗯 这些都稍微 呃比较不是对马拉松 这么的亲和 OK 那另外就是说 呃我们 呃整个高雄市的马拉松文化 还没有被提升起来 所以当我们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我们也呃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就是 事实上对周遭的民众其实是造成不变的 嗯 本来我们是可以 彼此一起来 来经历这样马拉松的文化带来的 互相的冲击跟彼此的 呃 喜乐 但是却呃很可惜的是 好像我们在呃举办路跑的时候 是造成呃周遭居民 呃跑步路线沿线居民的不变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本来其实在呃路线上的规划 或者是在各样的一个配套措施上面 可以更加的让呃周遭的民众 其实是更能够更能够方便 不会造成他们生活的不变 而且他们也能够参与在其中 享受这样路跑带来的环境 对啊 如果说这个路跑的路线经过在 呃各个社区或者是店的门口 那其实是一件 我觉得如果他这个马拉松的赛事 可以成功来举办的话 他也可以帮助你的这一个 不管是你是开店的啦 对 或者是你家的社区 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曝光 对 所以说像我们在路线补给上面 如果是当地的当地的店家 就可以有这样当地的补给 其实对店家来讲也是很好的跑步经济 嗯嗯嗯 ok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很期待了 未来的高雄嘛 真的呃我们要进入到 呃金牌赛事也好 或者是未来呃更好的一个目标 七大的国际马拉松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 之前呢 我们希望多一点市民参与的力量 在其中唯有市民支持呃我们所有的跑者 这个马拉松才会越办越有声势 越办越有温度 是 那呃呃再提出这个高雄马成为金牌赛事 这个重要的政见呃 呃其实是有一位推手叫做全马力委赵天龄 那赵天龄他准备要来参选2018大高雄的市长 现在也正在积极的追求这个初选的胜出啦 那请问一下志文哥 对 呃你是怎么看待赵天龄选市长这件事情 我先讲一下齁 在2017年在11月18号的时候 我参加高那个赵立伟他主办的38期最终场 哦对 他是有文化中心 对 文化中心经过前进经过的新兴经过的林雅区 对 他绕了一千又回到了我们文化中心 对 我们总共有三万多人路跑 诶那天我有前程参加哦 对 两万多名的跑者 一万多名的拉拉队 对 在旁边 对 我们只要经过的地方在整个跑步 整个经过的地方 会发现非常多的民众 他在拿着银光棒 拿着甚至拿着钩子 拿着钩盖 在那帮我们加油 诶 我发觉高雄举办这种金牌赛事 会比台北 会比北部还更有机会 是 是 因为整个高雄市民的热情 对 他是支持这个地方的 对 然后举办一个 这种国际性的马拉松菜市 最牵切就是 市民的热情 嗯 所以有了这股市民的热情 就等着以一个适当的人气把它点燃 对 然后发觉赵天宁立委 他是适合点燃这个人 所以我相信在他的支持之下 我们高雄马拉松要成为钩菜菜市 是直直可待的 那刚刚那个宇玄兄有铁路队委提到了 所以管理路线安排 诶对的 42.129的一个前程马拉松 要安排一个路线是真的有它的困扰 但是我们好像有一个机会 目前因为高雄铁路地下化以后 从左营的新左营站 到凤山的大致路桥 总共有15.37公里 这地方会做一个沿道 对 这个是如果适当的把它引进了一个 马拉松一个场地 对我们这个整个 整个马拉松的赛斯的一个跑道规划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嗯 确实诶 就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是啊 对啊 对啊 不只是贯穿了整个南北高雄的发展 也让我们这个 我们说那个铁路沿线的居民后门变前门 是 未来会有非常不错 包含像是这个跑者的这个 跑步的路线 会不会也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练习 或者是赛事的场地 对对对 这只是可待 那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是来自医疗机构 其实我们很多人到我们医院里面 我们医护人员也会一直在跟他强调 是 欸你要多运动啊多好开水 是是 那你看看那个赵立伟他 挤办的一个路跑活动 2万多人 嗯 2万多人一起运动 对 诶这是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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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整整整整个多运动多开水 他好像比我速度非常的快 是 大家一直就响应了 所以我发觉 诶 就是靠着运动 不止他是有一点新的经济发生 他可以提高整个全民的一个一个一个健康 对 甚至我刚刚提到的一个东京马拉松 其实东京马拉松他们有一个口号 他东京 团结在一起了 嗯 那他能够跑的人 能够跑会带给全市民的一个幸福 对 那相信高雄马集办以后 高雄马成为国际在一起以后 我们高雄会团结在一起 我们会更生活更幸福了 嗯 确实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追求的目标 来 余谦哥 这个给你一分钟时间 好 来聊一聊 最后 我们认为说这个高雄马 如果要办好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市 城市的领导人 是 那你对于未来的城市的领导者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嗯 我很期待我未来高雄市的大家长 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高雄市的规划当中 那更能够不单单在活络经济上面 是注重在可能重工业 或者重金属上面的污染性的工业 而是多注重在这种能够 不对环境产生污染 但是还是能够创造出 新的一个美好的经济的 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者 好 谢谢雨昕哥 也谢谢志文哥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希望下次可以再邀请你们 谢谢 好 那我们进入到高雄新金座丹湾 高雄新金座 做回爱歌哟 好开工第一天呢 我们的这个凤山耀红凤山区十一元参选人林志宏 正在建国路青年路口 在昨天呢 已经跑了一百五十八点二K的 这个沿路徒步大扫街 那距离他晚跑凤山七十六里 只剩下六个里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忘乡 都忘乞乡北了 对 那所以就是请大家继续关注他 给他多一点支持跟鼓励 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电台快乐早餐 做回爱歌哟 这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宝贝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就 就来吧 耶 终于订到机票了 辛苦工作这么久 就该好好考赏自己 而你就出国充电 顺便思考下一份工作吧 别担心 我履历都丢得差不多了 我不担心 我还帮你缴了国保保费哦 嗯 什么保费啊 是国民年金啦 你现在代业是国保被保险人 前一阵子我就收到你的缴款单了 国保让现在没参加老保的你 也享有身故 生育 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碍事故的保障 保障不中断 到老年 还可依照老保与国保各自累积的年资 计算给付金额 享有双年金保障哦 亲爱的 你跟国保